阿富汗的原來的政府軍 他是完全受美國培訓的 那完全受美國培訓 所以他用的都是 美國的作戰的方式 也就是說因為美國人只會 例如說我只會打這場 這種方式的戰爭 那我就用這個方式來教你 例如說好像說 我只會打跆拳道 我不會打空手道 那我教你的一定是跆拳 當然 那我如果是學空手道的話 那我當然教你的就是空手 那如果我今天教的是 這個絕拳道 就是李小龍的 那我教你當然是這套系統 那對美國人來講的話 那我培養出來的阿富汗的政府軍 就是打美式的打法 那美式的打法它依賴 高度依賴這些科學裝備 高科技的裝備 例如說人造衛星 高資訊的這種通信系統 然後整個作戰的時候 都是一定是要非常昂貴的裝備 全套配合的 因為美國人打的時候 他一定要 因為美國人怕死嘛 對 美國人坦白說是非常怕死 他非常怕死 所以他一定要把自己保護得很好 然後這樣去打仗 那因此大家去打仗的時候呢 那個無人機就要在上面不斷的飛 可是他無人機能夠不斷的飛 是因為他很清楚的知道 塔利班沒有打空的能力 如果塔利班今天有防空的能力 他的無人機就沒辦法這樣飛了 對 那人造衛星 因為塔利班也沒有干擾人造衛星 或是反人造衛星的飛彈 那因此他人造衛星就有效 無人機就有效 有人造衛星有無人機 然後再有地面的這些火炮部隊 還有這戰機不斷的 隨時都已經在上面繞了 隨時都可以進來支援 這樣的一個全系統的作戰 美軍才敢出去嗎 那美軍這樣的全系統作戰 美軍才敢出去 而且還會被打死 這個就厲害了嘛 這個就很厲害了 好 這一套戰法你想想看 我教你的阿富汗的軍隊就是這樣打 可是當我今天 美國在去年2月 一年多前 我已經跟塔利班簽不打仗了 所以我的軍人已經不出去了 我的軍人不出去了 可是塔利班繼續在鄉下 一直擴展地盤 那我的政府軍當然也就不出去了 因為你美軍不出去 我也不出去了 結果當你美軍撤走了以後 你把所有的武器裝備都拿走了 人的衛星不給我們看了 然後你的無人機也不給我們用了 後勤的人員也撤走了 對 然後所以我已經看不到戰場了 更嚴重的地方是什麼呢 他把那些武器系統的軟體 全部都拿走 只要是有涉及軍事機密的 因為他怕這套系統 如果被塔利班拿走的話 那塔利班如果跟俄羅斯 跟中國大陸一分享 美國的作戰的情報 就整個瓦解了 那這樣等於 剛剛以賴教授舉的例子 我過去都教你的是箭道 可是我走的時候 我把箭拿走 你去跟這個跆拳道的打 那包括你的那套那個防護系統 我都幫你拿走了 拿走了以後 我留給你的還不是武士刀 我留給你的就是一個木劍 是 然後就去跟這個 然後要你去跟塔利班 那原來我再強調 原來美軍是在這一套層層 防護系統的情形下 才能夠跟塔利班打 而現在的政府軍 是什麼都沒有的情形 要跟塔利班打 他怎麼會有勇氣 他以前是習慣 都在這樣的一個防護系統內 去跟塔利班打仗 也就是說美國在這邊 阿富汗的政府軍在這裡 然後我一直都是在這個 完全保護下來打仗的 可是今天是 這個保護全部都拿走了 然後我政府軍 看不到塔利班在哪裡 那我也沒有通訊了 然後我什麼都沒有了 然後我不會打仗了 而塔利班還是原來的塔利班 而我政府軍 已經不是原來的政府軍 因為我原來的政府軍 是有完整的系統 我現在這條系統都沒有了 過去20年你教我的這一線 你全部把它奪走了 所以他講的話 就是這個邏輯 就是那我什麼都沒有 你要我怎麼去跟 還是原來很能打仗的塔利班黨 那我的軍人 當然都沒有人有信心了 一旦軍人沒有信心 沒有自信 他就不打了 因為他一定會死 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打 那我一定會死 他就走 所以你沒看 阿富汗的政府軍 是幾乎沒有交戰 就都投降 就幾乎都投降 那武器大藥都全部都給 塔利班接收了嘛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 我覺得這位中將 他講的是實話 那講出來的就是 美國的撤軍 確實是很不負責任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 拜登會在國內 國際上受到這麼大的批判 目前來講 沒有批評拜登的國家極少 那您就可以知道 哪一些人還不敢批 但是絕大部分的 連他的盟國 連英國的政治人物都批了 法國 德國更不用說 所以拜登他面臨的是 連他的盟友都批評他 現在日本人不敢批嘛 對 然後但是韓國人就說 指揮權我要拿回來了 韓國人還是比較有骨氣 可是日本人不敢批 台灣民進黨不敢批 但是歐洲的人都罵一片 立陶宛不敢批 因為這些波羅的海的三個 小國不敢批 但是你會發現 歐洲的大國都在批評了 還有美國的共和黨 跟民主黨都在批評 你就可以知道 拜登這一次的撤軍 是非常失敗的一次撤軍 所以回到剛剛賴教授 最開始的推測 這個失敗的撤軍是不是 很有可能是 很令人費解 但是我們在講到 好 不管怎麼樣 塔利班現在就是 取得了政權嘛 那當然很多人很擔心 一直很多新聞出來 比如說這個所謂的 奪下國際大賽的 機器人女子團隊 都飛到墨西哥去 還有這個女子學校師生 集體逃到盧安達 然後還把這個學生資料銷毀 就是很怕這些女子學校的人 會被塔利班清算 也有嘻哈舞者說 現在不只我們放音樂 以前我們跳地板舞的時候 二十年前被抓到的時候 會被斬首或槍殺 所以現在他們也很害怕 甚至我也看到所謂的 好像在阿富汗有一位 這個流行音樂的天后 他也躲上了美軍的軍機 現在到了美國去 現在也很擔心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們看到塔利班的發言人說 的確我們現在要求的是 這些職業的婦女 你先待在家裡 為什麼他說我也坦誠講 因為我們的軍隊裡面 有些新人 還有沒有受到教育的人 可能會虐待女性 我們不希望我們的軍隊 去這樣傷害或騷擾女性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短期的政策 不會永遠的被禁止工作 他甚至還說未來之後 還會可以恢復旅行 然後還有一些人權等等的議題 我這邊要講到 其實在G7這邊 召開了視訊的高峰會 各國在討論的是什麼 是不是要承認或是制裁塔利班 很大的一個標的就是 人權 女權這些相關的議題 當然目前看起來 好像各國之間 還是有所謂的旗艦 然後唯一現在達成的共識說 希望爭取跟塔利班說 在8月31號之後 想要離開的人 還可以繼續離開 像這樣子人權 女權 包括了塔利班的發言人 這樣子的說法 可是我們剛才講到說 上層你想要溫和一點 你想要不要成為二十年前 重蹈覆測 可是底層會不會有一些激進派 不管是士兵 不管是其他恐怖組織 他也是他們的壓力之一 執政的壓力之一 我希望你執行嚴格的伊斯蘭律法 我希望你繼續的 把人民控制得更死一點 會不會現在塔利班政府 其實也面臨這樣狀況 我覺得塔利班當然他是 希望他的國家能夠進步 那他現在有現實的困難 而且他的過去紀錄是很差 所以他現在面臨很多壓力 這一方面也是外界造成的 一方面他自己要負很大責任 那不過我是認為就是說 塔利班如果他現在步驟 是先把外國人通趕走以後 自己再整頓內部的話 我覺得他會不會走到他 2006年的 1996到2001 那五年長權的那個時間 犯的那個錯誤 因為我們講的很清楚 柯正猛於虎 現在這些逃走的一些人 當然有些是經濟難民 早就希望跑到美國 歐洲國家去了 另一方面也是畏懼於塔利安 過去這種柯正 那種柯正猛於虎 這個孔子幾千年就講的 比老虎還恐怖嘛 對不對 可是這些歐美國家 我覺得他們免了 他們從來就不是真正為了 這些國家的人民的利益 才侵略別人的國家的 他侵略的目的從來就不是 他自己給自己裝扮成 所謂的人權 為了什麼 那以前他們侵略人家 為什麼自己覺得自己 還是個王寺 我們是來文明開化 就跟日本人到全亞洲 到處燒殺掳掠 我是來文明開化 意思是說我比你文明 我是來開化你的 結果把人家殺得一塌糊塗 831復隊 拿活人做人體事業 這本身就是野蠻行為嘛 那比這個禽獸而不足的行為 都做得出來 他憑什麼資格說 他是來文明開化別人 317部隊呢 所以這些國家 你現在過了人類 今天走過了20世紀 走過了幾個世紀的殖民主義 幾個帝國主義的侵略 還相信他們在那邊欺騙 那就怪我 其他人太不長進 太不知道歷史是怎麼回事 所以這些西方國家說 哎呀我應該要協助阿富汗的婦女 協助那些的 我覺得都是鬼話 20年給他了 對不對 他們在阿富汗對不對 當家做主 當家做主就是美國人 跟這些北歐的這些 他的這些徒子徒孫嘛 他達成什麼目的 他達到什麼 阿富汗人都不跟他們合作啊 對不對為什麼 他們就是侵略者啊 懷著高 自認為自己優越感 其實做了什麼 什麼都沒做 都是浮沙劍塔 做什麼 都是叫英文叫cosmetic 都是什麼 替自己臉上畫的一些化妝品而已 他真正在 在乎過阿富汗人的生活 真正關乎阿富汗人的福祉嗎 真正關乎阿富汗人的福祉嗎